请恒评观看,效果更佳,封面新闻记者杨帆竞争激烈,德国劲党已落下文武,无声力压群雄实现了国劲到累计票房,可被以及上座绿参量冠军。 截止10月12日,封面新闻记者发告时指,该片票房已突破10亿,创下香港警匪片在内地票房新记录,被暂世纪无见到之后最好的港片。 这部由壮文强导演,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出,冯文军主演的神移动作电影,自9月30日上映,起旧口碑持续爆棚,目前在逃票票,到把评分数分别,为8.8和8.1评分。 周润发在无双里的无双演技,为其大耐功不可没。 电影开拍前,庄导片表示,拍这部电影是想让年轻人明白周润发三个字意味着什么,的确,该片让所有人都重新认识了今年63岁的八哥。 2008年时,导演庄文强用两天的时间创作出了无双一万字的故事大纲,但那时候他工作很不如意,写的剧本都没人咬,直到2011年无双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剧本,但是只无法拍拍,其一是因为题材敏感,直到2014年庄文强才拿到准拍证,真正开始筹备这部戏,其二是投资大。 剧本里有很多大场面动作戏,监制权他减少点动作戏用便宜的方式拍,但庄文强不愿意妥协,其三是没有老板愿意投资,为了真实,环游伟超的制作过程。 在电影开拍后,导演庄文强带领团队花了四个月的时间研究伟超,并且带着剧组的工作人员,真的将伟超逆了出来。 早年,庄文强一连句吴剑道而名造译时,片中梁朝伟和刘德华双星雕戏成为影史经典,无双里的双子星则换成了周若巴和郭富城。 该片讲述了造假集团大佬吴副生诱惑洛托画家李温一起制造超级美超,两人从合作无间到反目成仇,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厮杀的故事。 以大号画家周文大使,为首的犯罪团伙,掌握了制造伪超技术,南边真伟,并在全球进行交易获取利益,引起镜方高度重视。 然而画家和其他成员的身份一直沉迷,镜方的破案进度,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关键时刻,擅长绘画的理论,国富城市,打开了破案的突破口,而画家的真实身份,这让众人意想不到,无双的一个宣传舌头是最暗篇。 它和传统意义上的警匪片,以及具有内地正宣特色的公安真机题材,都存在显著的区别。 这概念的显著标志在于,它的叙事中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聚焦于最暗战破者的英灵神武,也并不落定于最暗背后社会问题和人性阴暗的反思,而是对于最暗本身的展开方案与实施过程,进行了事无拘期的还原。 事实上,这种对最暗本身的全迷,甚至对于最暗实施者的心理弹入感,构成了本片前半程里最精彩分成的部分。 也就是说,像,比于加拿大街头和金三角雨林里的两场群战,相比于审讯市里特斯波简的真相罗生门,印刷机,电板,无刷纸,变色油墨,伪造睡印,这些文所未文的专业术语名词,支撑起了无双最引人入胜的记忆点。 乍一看,他确实具备经典港片里,那些最常见,也最必须的东西,善于恶的灰色地带,比警察更有身材,至少是更有故事的肥帮。 即到双雄模式,身份挫折后的焦虑,残见香港曾经出现过的大院卧底,大卧底,双面卧底皮材,家族传承的,行规森严的,从不失手的生意,某些凌驾与政协之上的,比道德教条更在同用的江湖金句,比如任何东西做到极致,都是一种艺术。 但是,他同样具有太多大陆人所偏爱的要素,烧脑,至今经典已经有人从中看出了非常嫌疑犯,英雄本色,叠血双雄,扫毒,警察故事,无剑刀,变脸以及刀火线,一些不过火的爱情,一些不过火的血腥。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爆料,已经采纳有费用筹写,爆料微信关注,Azps爆料QQ3386405712。